记者杨绵杰台北报道,针对复联会是否为国民党赋随组织,党产会与复联会各执一词,但部分重要资料遭到毁坏,市的情势更加扑朔迷离,党产会因此提告孤严卓云,孤怀如母女毁损复联会重要档案资料,背信侵占等罪,北检今天下午首度开庭传唤复联会副秘书长吉宇和等三人作证, 对此,复联会表示将配合调查,复联会今年1月底举行临时会员代表大会,最后表决决定不签署行政契约,2月遭认定为国民党赋随组织并禁止处分资产,复联会否认并提起诉讼,该案将于下月3日开庭。 至于复联会声称有关键资料可证明非复随组织,但许多已散失或遭毁损,当产会日监也对孤严卓云,孤怀如母女毁损,复联会重要档案资料,背信侵占等情势提出控告,并于今日开庭。 复联会表示,关于此案台北地检署传唤复联会副秘书长吉宇和总务组长朱爱纳,秘书市任嘉林为证人,相关人等军配合调查。